我们所说的防火门通常是指A类隔热防火门,在规定时间内能同时满足耐火完整性和隔热性要求。 防火门主要设置在必须开设洞口的防火墙、防火隔墙、重要设备用房和特殊功能用房,以及疏散楼梯间、垂直竖井等部位。 防火门可阻止火势蔓延和烟气扩散,有利人员疏散。 防火门由门框、门扇和防火铰链、防火锁等防火五金配件构成。 门扇以铰链为轴,可沿单一方向垂直于地面旋转,实现开启和关闭。 按材质分类,防火门可分为木质防火门、钢质防火门、钢木质防火门、其他材质防火门。 按门扇数量分类,防火门可分为单扇防火门、双扇防火门、多扇防火门。 按结构形式分类,防火门可分为门扇上带防火玻璃的防火门、带亮窗防火门、带玻璃带亮窗防火门、无玻璃防火门。 按防火门门框结构,又可分为门框双槽口和门框单槽口。 按耐火性能分类,防火门可分为隔热防火门、部分隔热防火门和非隔热防火门。 我们通常所说的防火门都是指A类隔热防火门,在规定时间内能同时满足耐火完整性和隔热性要求。 需要说明的是,虽然防火门按耐火性能分类的形式很多,但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,有实际应用的主要是甲级、乙级和丙级这三类防火门。